在诗人叶赛宁 这是祖诗里 有过这么几句话 孩子说 我本是农家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从都会诗院毕业后 在一个黎明 和一位淳朴的农家少女 一起陷入勤王 但是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我来到了城市 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影子 可是这里面有我的影子 我生在西安 长在西安 我原来最爱干的事 就是在城墙上面 骑自行车 然后伸开手臂尖叫 西安是那么方方正正的 古老的城市 我叫它四方城 在城墙上面 你会看得到 城中雾骨 早晨风声响起 大家骑着自行车 去上班 想潮水的道 到了傍晚的时候 成群结队的蝙蝠 就在鼓楼的上空盘旋 然后你听得见 那个鼓声 哆哆哆哆 这是我特别熟悉的记忆 我会觉得 在那个城市里 什么都是慢的 什么都是熟悉的 可是 就是这个从前慢 它成为了从前 我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我现在住在上海 我曾经去过北京 我特别要好的女朋友 住在广州和深圳 你会发现 整个世界的节奏 都在奔跑 然后人也会变得 越来流动性越强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们就是在流浪 我们有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所以我会觉得 孩子之所以到现在 依然被很多人喜欢 就是因为它准确地表达了 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情绪 所以我会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